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独家秘方的老滷汁 把豬腳跟通坡肉 滷到呈現焦糖色 吃起來入口即化 香氣十足 瘦肉不乾柴 也不會過於死鹹 很多饕客一吃就是 好幾十年 大哥 你要什麼 通坡肉飯 這邊吃 好 我要三個豬腳肉飯 大家好嗎 對 然後還有 一個豬皮肉飯 然後再三點一個 十目一度 古樸的紅色北門 刻劃著老台北的記憶 城門邊 棋樓下 有間賣了七十年的好味道 沒有辣嗎 這邊是帶豆 還沒到正中午的時間 濃郁的乳汁 香味撲鼻而來 客人紛紛聞鄉下馬 就像有骨魔力般 許多人一吃就是數十年 為什麼這麼喜歡這一間 從2005年 開始在這附近上班 就吃 吃到現在 因為我們公司在附近 那所以就是 常常跟同事們 一起來這邊吃 因為覺得它的這個味道 非常的入味 而且就是說 跟一般傳統的豬腳飯 比較不太一樣 我覺得吃起來很過癮的就是 你可以一口借了一口 對 停不下來就對了 對啊 對 停不下來 它很特別是它滿古早味的 那一般在台北市 要找到古早味不太容易 所以我覺得 難得在公司附近 有這樣的一個 每次古早味的餐廳 可以讓中午自己感受 也滿足一下 在棋樓下品嘗古早味 有種時光倒流的感覺 老店的品項不多 豬腳 東坡肉 以及虱目魚肚 是店內的活招牌 每一樣都是明星商品 虱目魚就比較軟嫩 然後又沒有刺 然後又很大片 價格也不貴 所以吃起來口感非常好 滷得很好吃 滿香的 然後還有大骨湯 雞皮質滿高的 那種口感怎麼樣 咬下去就是 肥瘦是剛剛好的 可以入口即化 又不會吃起來太油膩 幾乎沒有看到 這麼有顏色的 看起來好像很鹹 其實吃起來不會 對 味道很好 滷到像黑金般發亮 閃閃動人的豬腳肉 肥瘦比例恰到好處的 東坡三層肉 還有鮮美的虱目魚 配上滷蛋 食蔬青菜 酸菜點綴 看起來簡單樸實的美味組合 滿足了機場碌碌的味蕾 提名小吃 一賣超過一夾子 老闆鄭德峰堅持每天六點 要開始備料 才能應付中午蜂擁而至的人潮 它的豬啊 一定要在兩百二十公斤左右 它的肉啊 本身會比較結實 肉的甜度也會比較夠 因為有時候豬的大小隻 它的時間點大概是一個小時左右 然後我們會用筷子搓 如果搓下去沒有血水 就是代表好了 整隻的豬腳經過汆燙 還要經過手工去骨 這去完的骨頭還有作用嗎 去完的骨頭 因為這個骨頭是死心的 我們把這個骨頭拿下去好 所以我們的胎位更鮮甜 苦肉分離之後 豬大骨熬成濃郁的高湯 可以讓客人免費享用 動作熟練的鄭德峰 從小跟著父親學習 也練就了一身好功夫 以前小時候爸爸 就在我們這個店門口賣麵 後來政府要整理談判 所以就蓋了中華商場 在民國好像五十六年的時候 我們就搬到中華商場 鄭德峰說 父親在民國三十七年 跟隨國民政府從家鄉福建 輾轉來台 為了永家湖口 他們以擺麵攤為生 從小他就是父母身邊的 最佳幫手 退伍之後 隔年父親過世 當時中華商場沒落 他們也決定把麵攤搬回老家 我現在切好的每一片 我會放進去乳鍋 我們的豬腳為什麼會 軟爛度都一樣 每一塊我們會經過挑選 然後看到說它軟爛度 不會說因為這一塊好了 這一塊還沒好 或者是太爛 或者是太硬的問題 然後有的人問說 你的滷汁為什麼 那麼濃 那麼黑 其實我們在滷汁的過程中 水蒸氣會跑掉 我們的滷汁會變得濃郁 滷汁能夠滲進去到肉裡面 滷汁的過程看似簡單 但需要注意的細節卻不少 每一天晚上打烊的時候 我們會把所有的 滷汁的肉屑全部撈掉 重新再滾過了以後 放到隔天 隔天早上的時候 我們會把新的滷包放下去 加上米酒 加上香油 加上我們的淡色醬油 30年老滷汁 每天要補充新的材料 米酒去腥 醬油 冰糖上色 加入調配的中藥滷包 小火滷上一個半小時 直到豬腳呈現暗紅色 補得非常透徹 入口即化 瘦肉的部分不會過柴 肥肉的地方帶點Q彈 很適合下飯 店裡另一項招牌東坡肉 嚴選3比7的肥瘦比例 三層肉要五花大綁 才不會散開 為什麼要綁 如果沒有綁的話 我整個肉滷下去 會變成這樣子 會散 對 會開開的 那我綁了以後 會變成這樣子 對不對 會比較費工 第一圈轉的時候 給它轉過來 第一個給它綁緊一點 竹一下 然後再打一個結 這樣就好 以前我跟我爸爸也是一樣 在他旁邊我們就做 然後他講我們就做他的副手 慢慢的 他會引以你為傲說 我這個兒子賣命賣得比我好 對啊 慢慢寫啊 可以啊 咱們滿意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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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分 95分 看著兒子很快就上手 正得豐臉上竟是滿意的笑 回憶起過往 父親過世之後 他必須一肩扛起養家的重任 80年以後 爸爸就肺癌過世 家裡其實那時候也沒什麼技術 最主要也是有了小孩子 小孩子有經濟壓力 然後就開始經營這家店 因為我們這附近都做上班族 上班有時候中午用餐時間又很短 所以我就開始慢慢改變做飯 賣豬腳飯 既然要做就要做出特色 正得豐秉持父親的精神 用好的食材 堅持每一個細節 絕不偷懶 我很愛吃虱目魚 南部有養殖嘛 所以我們的虱目魚的鮮度 是絕對可以的 我用豆瓣醬 然後我又用了兩種豆瓣 一種黑豆瓣 一種辣豆瓣 虱目魚也是店裡的 另一項招牌 魚肉軟嫩緊實 鮮香回甘 超下飯的 富含膠質 大人小孩都超愛 黑色油亮的東坡肉 一口咬下 肉香四溢 薑香味十足 連滷蛋都滷到像鐵蛋 超級夠味 讓人忍不住多吃好幾碗飯 完全都不會油膩 對 然後就吃起來 就不會太油 這味道就剛剛好 然後蠻下飯的這樣子 對 然後像它的那個 乳蛋的部分也是一樣 先中帶甜 所以我們覺得說 蠻下飯非常好吃 所以常常來吃 它的湯頭有控那個大骨 所以覺得還不錯 絕棒三十年 鎮得豐守住老父親的味道 慕名而來的客人 越來越多 就連鄭志明人都是做上賓 但就算是老店 面臨大環境的困境考驗 也只能咬緊牙關撐下去 剛開始做的時候 遇到口蹄疫 大家都會怕 需要一些屠宰證明 我們就開始拿屠宰證明 那薩士的問題是 因為我們離和平醫院很近 後來這邊 整個都好像半封鎖一樣 也是掉了很多 影響至少四成 儘管面臨嚴峻的挑戰 鄭德峰卻從來沒有想到要放棄 但這些年身體的狀況 卻大不如前 做到會喘 會喘本來以為是氣喘 後來去醫院檢查 心臟已經阻塞到一條了 我有去做心導管手術了 來 這邊兩個 豬腳壽和東坡壽先拿去 你再拿兩鍋都給我 好 這鍋拿過去 這幾年還好有兒子回來幫忙 可以分擔辛勞 老店的招牌也得以延續 希望陪伴小孩子能夠度過百年 剩下30年 我是看不到 希望他們能夠撐過去 看看能夠這家店能夠撐過百年 扛著一夾子的老招牌 不論面對什麼考驗 鄭德峰都堅定的往前走 希望把爸爸的好味道傳承下去